最近体验服上架了觉醒之战 估计不久后就要同步到正式服了 我也是先替大家去体验服体验了一下 废话不多说直接上结果 觉醒之战的最强英雄就是 貂蝉 虽然说这个英雄的觉醒也就是大招范围变大 然后一技能多了一个花 为什么他就是最强英雄了呢 一句话就能解释清楚 觉醒之战模式里面减cd的上限是50% 这50%对貂蝉来讲是什么概念 懂得懂懂 之前正式服里有个版本 cd显得增加5%减cd的上限 也就是45% 那阵子貂蝉选出来几乎是乱杀 除了能拿冬皇和张良限制一下 其他啥这种貂蝉都无敌 觉醒之战50的减cd 貂蝉在开个大 等于说二技能几乎是全程没有cd了 无限放而没有真空气 你就说这他娘的有多变态吧 这一波对面关于是又复活了 我还在下落跳来跳去呢 不仅如此 我的血还回起来了 可以说只要我不想死 没有人能让我死 只要我的cd一到50% 对面没有冬皇张良的话 直接就游戏结束 两个cd显 一个圣杯就可以乱跳了 不过我建议还是不要玩这英雄 太恶心了 一个都能打对面十个 而且就是无脑放二就行 随便便就赢了 那还有啥意思 说完了70貂蝉 再来说说觉醒之战里的几个T英雄 分别是马超 守约 甘江 蓝 吕布 马超强是因为他的伤害数值非常离谱 别的英雄觉醒都是技能加加范围 加加效果什么的 马超直接是把数值加到刚出来的那会儿了 一二技能和强化普攻伤害都非常高 而且一二技能cd减半 大招无cd无限收枪 可以说在这里面 只要你会玩一点点马超 你就可以用马超乱杀了 二技技跑一开 吊打什么老夫子夏洛特 四级后一直收枪 根本没人扛得住 然后就是守约 这个英雄玩起来体验真的非常好 守约的觉醒简单粗暴 二技能狙的时候能多数吃一发子弹 等于是双倍伤害了 嘿嘿 那的 一上线两枪就能秒人 中后期更是一枪就能秒脆皮 大后期有多离谱呢 你们看看我这把玩的项羽 我他妈还有这么多血 守约一发二技能直接给我秒了 一个二技能 把一个一万多血的项羽秒了 你就说这是什么概念吧 而且觉醒的二技能cd恢复的还快 可以说几乎就是机关军了 会玩守约的玩家在这里会非常快乐 当然那些二技能从来打不准 玩守约只有两个技能的玩家 谨慎尝试啊 要是打不中人 就算是十倍伤害 对他们来说也是零 甘将和守约差不多 也是几乎无限大招 后期一个大招四件就是接近七千的血 还几乎没有cd 想想就知道多可怕了 当然玩干将插不准的人同样谨慎尝试 蓝的强势几乎也是简单出吧 二技能刮一个单位就是四刀 无限二嘛 两个蓝对刮 就是比谁蓝少 谁蓝少时间死 吕布的话我就不想多解释了 一技能半个屏幕 大招他妈全屏 还他妈三段大招伤害 后期基本就是随便找个人附魔 然后人多的地方一跳 直接就是瞬间爆炸 这个模式玩吕布不用平A 因为你平A的距离比一技能短 很多时候你能砍到 但是都A不到 你说你一技能都这么大 这么粗这么猛了还A啥呀 以上都是打觉醒之战 非常猛的选手了 属于是神仙打架里面的大罗金仙 再来说说几个比较好玩的 玩觉醒之战就图一乐嘛 只要能玩得爽 其实输赢都不重要 非常快乐的英雄之一 存法太乙 这玩意简直太快乐了 一技能蓄满半个屏幕 打到后期 见到人蓄满力 二将舔过去 一炸对面人就没了 前中期刷钱还嘎嘎快 大招复活五个队友 非常建议大家尝试 然后就是孙并 孙并的一技能 我愿意称之为无限套娃 就是一技能打到人后 会飞练成三个 分裂的炸弹还能继续分裂 打团的时候 轻松给对面五个人 全部挂上一技能 非常快乐 大招就扔三个大钟表出去 不仅如此 没有钟表还会有额外伤害 储存法的话 也是非常快乐的一个英雄 躲在后面扔个技能就跑 看着对面被炸的嘎嘎难受 就感觉非常快乐 另外还有一个比较恶心的英雄 就是王招军 其实王招军的大招可以移动 这都不算什么恶心 主要是这个王招军 只要他一技能打到你 那你就会被一直减速 你没有听错 是一直减速 减速到你死为止 下条命复活出来就不减速了 虽然说这玩意他伤害不高 但是真的很恶心人 很搞人心态啊 比如说这局对面的王招军 就出个唇肉 看那的贱人就一技能挂一下 然后就跑 你看看我们家后裔 被折磨的有多惨吧 这招军还贱嘻嘻的说什么 后裔走的也太快了吧 哇这娘们真是个老六英雄啊 这后裔是真惨